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习近平也传出5月 就是下个月要访问欧洲 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 我们今天看到Bruimber有一个新的报道 他说习近平他会在北约炸南斯拉夫大使馆 周年纪念日前往贝尔格勒 大家知道什么事情吗 1999年其实发生在25年前 当时5月7号 中国大陆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是不是被炸了吗 还有一些中国记者死亡 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血海深仇 所以知情人士就报了这个料 说习近平打算在5月7号 这个纪念日当天访问塞尔维亚 并且参加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 25周年的纪念仪式 显见这个血海深仇我们没有忘记 所以这些欧洲的或者是美国西方媒体的评论 就说习近平他会在塞尔维亚加倍打击北约吗 意思是说我要跟你北约 你过去这样对我在25年之后 我可以跟你完完全全对干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给他泄露出来透露出来呢 欧洲的外交官就讲了 习近平的行程可能是这样 他在5月依序依照顺序出发塞尔维亚 匈牙利法国我们很担心他在塞尔维亚会讲出 反北约的语言 毕竟那一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就是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的纪念日 而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 最近他有一些动作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他到重庆 中国大陆重庆去视察 然后他做了一个行为 他参访跨国长途货运列车的始发点 大家知道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到哪里去参访都是有指标性的意义 有他的用意的 这个地方是中欧班列 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 还有铁海连运班列等等 这些跨国长途货运列车的始发站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枢的位置 非常的重要 所以习近平到这边来考察 到这边来视察 是什么样的用意呢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中转站 这个是东协货运直通欧路的节点 像是这样的节点的一个视察 就是要推动所谓的西部大开发 这样的一个时代 也因为习近平这样的动作 让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概念股 在中国大陆每一支都开红盘 中国大陆的股民就跟着习近平的脚步 去买这些所谓的概念股 比较去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今年开始 中欧班列中通道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 已经有1001列 比去年更早提前的八天 突破了千列大关 所以可以看到 它包括这些货物的占比 集装箱的这些运送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比起布林肯串联中欧东南亚的一带一路 可能对习近平来讲更为重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太空思路 在现在中国大陆也在发展 过去大家知道 古时候有思路 现在叫做太空新思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大陆明天晚上会发射 神舟18号 那他们的太空工程办公室的副主任 林希强就讲了 他们未来要推动的是 国外太空人 以及太空游客参与飞行 要搞所谓的太空观光 太空的各种的商机 现在慢慢的一点一滴 要建立起来了 我们看到林希强 她说她会加紧实践 中国人登陆月球 并且研究推动国外太空人 以及太空游客参与飞行 像这样的计划 不久的将来 他们要建构中国太空站 要迎来更多不同身份的新成员 可能你给了钱 你就可以去太空旅游了 过去可能大家梦想 在科技电影上面看到的太空旅游 未来也许不是梦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跟拉美 这些拉丁美洲国家 还有加勒比海国家 他们也拉起了一个航天合作的论坛 就是在太空发展上面的论坛 他们要把它给拉起来 这是在武汉开幕的一个新的论坛 习近平他写了一封信 去祝贺这个论坛 他说最近在中国大陆 还有拉丁美洲在摇杆卫星 通讯卫星 还有深空站网 这些地方有一些合作 所以把它称作一个太空思路 要助力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包括这些国家 我都把它串联起来 在太空发展上面给一些助力 而中国大陆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我们不仅会交钥匙 还会带涂地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些技术交给你 我还完全交给你 我不保留 这是中国大陆说的 他要推动技术转让 不只卖给你 还要教你怎么做 就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 美国就说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在太空上面的合作 其实对我们美国很不友善 这些行为会危及我们美国卫星 这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他们在2024年太空威胁评估的一个报告里头指出 说中国大陆跟俄国在积极研究卫星 试图更深入了解美国高价值卫星 他们背后是有阴谋的 想要操纵卫星靠近美国的卫星 然后抓取美国的卫星 然后让美国的卫星失效 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虽然在太空上面有一些竞争 帮助拉丁美洲 可是其实骨子里也在破坏美国的航态 以及卫星的发展 是这样吗 来请教两哥 我觉得都在布林肯来之前发生 我们刚刚讲到 比如说巨浪2 还有针巴无人机的照片 那个是在武器上的秀肌肉 你这个特别在重庆召开 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新的一个座谈 这个基本上大家一联想就是中亚 然后到欧洲 中国半裂 那就是在跟布林肯安心说 我们不是只有美国 我还有别的地方 然后也秀出他的访欧的行程 我就是中国大陆就在 就是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我也有我自己布的局 事实上你刚刚讲那个太空思路 你如果讲到通信卫星 那还是低估了它 事实上中国大陆真的厉害的 太空思路是北斗卫星 因为北斗卫星 现在已经结合它的基础建设 在出口 很多的中国大陆协助盖的基建 就直接绑定北斗卫星 为什么呢 因为它时间要较准 然后空间要测量 因为它在中亚跟东南亚 比美国的GPS还要准 这个当然跟它的卫星的 高轨的比较多 还有它有56颗 美国只有32颗 所以大家乐于绑定北斗卫星 这个才是更可怕的商机 我觉得习近平去欧洲 倒不至于会直接表达反北约 不会 他只是会反对北约的某些行为 比如说北约当初设定 就是欧洲的集体安全组织 那你怎么想要到亚洲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 上日本拿解决国家 或者去打阿富汗 所以说你不断的在扩张 你不是 北约不就是北大西洋吗 公约组织 怎么太平洋你也来了 捞过戒了 我觉得这种话他大概就会讲 因为他下一站就要去 匈牙利确实也比较亲俄罗斯 可是他主要是要去法国 法国事实上就是欧洲北约 最重要的成员 所以我不认为他会让 马克宏太尴尬 不至于 而且他事实上是要鼓励马克宏 要勇敢一点 走自己的路 要更有独立自主的想法 事实上中国大陆 目前的作为大概都是这样 比如说肖茲来 他也要鼓励他 说你要勇敢站起来 中国愿意跟你经贸合作 因为他德国毕竟是战败国 在政治跟军事不好说大话 法国可以 所以我认为他会给 马克宏相当的面子 而且今年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 所以本来就有很多法国电影 还有跟中国合拍的一些影片 都要在中国上映 所以我认为他会给马克宏红包 所以那个氛围还是蛮重要的 还是一个友善的氛围 对 所以他不会去批评整个北约 而是说北约应该要 回顾一下自己是什么成因诞生的 你如果是保卫欧洲的安全 这个大家没有意见 可是你是不是捞过戒了 跑到亚洲来了 就是你的初衷是什么 提醒你一下 这种话大概会讲 而且他的大使馆被炸 他也不认为是欧洲人干的 就是美国干的 就是这样 OK 好 北约的后头不就美国吗 来 请教后将军 这个南斯拉夫是中国大使馆 为什么被炸 F11的隐形飞机的残片 被送到 被中共收到这边在研究 就是早期的逆中飞机的涂料 那美国当然不容许机密外线 所以就用飞弹炸 事后说承认他是误设 误炸 但是你去炸人家大使馆 就侵犯人家领土 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国家 对任何事情的纪念 五年 十年 二十年的周年 他会 他选这个地方就是说 提醒你美国是打人家的 打中国的大使馆 就侵犯中国的领土 就有点影射 以色列去打伊朗的 这个叙利亚的大使馆 是一样的 是有这么一个含义 那借这个机会呢 你再看很多事情连在一起的 习近平去访问法国 除了跟德国这个 好像我们台湾 这个选举挖庄角是一样的 能够把你从这个 北大西洋公约里面 因为最有钱的是德国 军备最完整的是法国 那是北约里面 这个欧洲国家里面 最强的两个 他拿什么东西 刚刚正亮讲的红包 你看欧洲班列 是不是现在开始进去了 对 欧洲班列刚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去的东西 很多回来是空车 那现在 现在他把这个重庆这个站 要发车是四公里长的 长班列车 那带运量很多 三万多吨 而且他跟中南半岛连上 换句话说 从中南半岛到中国的南边 到中国的西南 到中国的西北 一直扩张到你欧洲 那这个 货运量就够了 因为虽然铁路是比不上海运 但是价值高的商品 还是可以透过这个 可以省十几天的航程 到达欧洲 所以这个对于是 路上一带一路 跟欧洲做一个紧密结合 也是习近平外交的 一个红包筹码 那么也证明了 欧洲班列当年花那么多钱 那么辛苦看 去打通是有价值的 那么也就是说 让美国在北大西洋 这些公约组织里面的 欧盟国家 在经济上也受到 中国大陆的拉拢 所以这个东西 是双方角力的 但角力不能凭空口说白话 我一定有实际的东西 实际的行动 能够实际的市场 跟实际的贸易行为 造成一个 中国再回来的一个 在欧洲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是 没错 来 请教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欧洲外交官 是起人忧天 我根本不相信 习近平会去那边 他去挑战北约干嘛 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这一行很明显 就是去交朋友了 他去交朋友 那干嘛让这些国家跟他为敌 让北约这些国家觉得难堪 完全没必要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战略很清楚 他如果真正的竞争对手 就只有一个就是美国 其他他是要尽力去拉拢他们 只要这些国家愿意跟 中国大陆合作他都争取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会去做这样讲话 那当然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 一带离一路往中亚这个地方 中国这个地方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只要这一块能够建立起来的话 将来美国就堵死他 所以因为他现在在海上的 这个生命线保障还是相对比较脆弱 因为美国毕竟是海上霸权 你在很多环节点可能会被美国堵住 可是如果你一带一路中欧这一条线 直接连起来而且也生生不息的话 有来有回的话 那未来你要把中国大陆掐死 就极度困难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 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做到 那看起来美国在这一块也很难阻止 那太空当然现在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中国大陆他现在整个发展 算是蛮循序渐进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算不照进 因为以美苏当年的太空竞赛的时候 双方都是非常冒险的 所以失败率极高 他中国大陆就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稳扎稳打 他现在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你看他之前 他无人登陆月球已经好几年的时间 可是他还是慢慢来不及 因为反正也已经有人 美国已经登陆过几次月球 他也不及 我慢慢循序这样来 然后他在争取这些拉美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 大家一起来合作 表面上是提携 实际上就是形成另外一个集团 你想想看当世界上 第三世界国家 如果大部分都采用 中国大陆的系统的时候 或是跟他技术相结合的时候 以后他就制成一个体系 未来这个体系就会不输给 过去美俄所引导的这些体系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是一个未来要花几十年时间 建立起来一个雄途霸业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就是问他 这是因为 关于体系的 关于体系的 也讨论